今天的主题来了 三月春度假小木屋OT案说明 文化与光光的结合 团队精神的展现 责任与传承 政府的OT案 当初我运气非常的好 我是代表美轮饭店要去标 结果美轮饭店认为这个产值太低 所以他就说八十件一百件才要 他就不要 我自己想标 可是村长自己不是旅馆事业 他的条件要有旅馆事业才能标 那我的好朋友 立德旅馆事业林素波总经理 他就找他 我找他合作 我们成立的时候 当初成立是立德部罗湾股份有限公司 那董事长就是我 然后我们用这个来投标 为什么 因为公家的要写经营管理企划书 财务部分析报表这些 这个我都不行 我是拿楼奈把的嘛 结果他很强 因为那时候他有这个西头的经验 他有这个台大尊贤会馆路港这些等等 结果来投标很紧张 17个业子买标单 哇一定竞争很激烈 而且碰到同业很多人在问这样子 结果来投标 哇 所有旅馆业只有我们一家 我一简报完 很快的押标金就要缴了 恭喜得标就中标了 那同业都笑我 哎呀你要给他留标啊 留标啊 定额权利金就会打折啊 就会 下次就会更便宜一点 我现在回想起来 还好我有抢标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给他留标以后 说不定很多人会抢 抢了以后呢 我就没有机会了 当然刚开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非常非常辛苦 得标那时候就立得不安股份 有的是得标日92年6月30号 隔了一年三个月 才93年9月23号 所以我们前几天才刚刚办 17年的周年庆 有拍了一些纪录片 其实就是要传承留给他们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久呢 各位 那个时候没有那个 他只能用电啊 我去找国家公益管理座处长帮忙 我说一个饭店不能只靠电 一定要有瓦斯 因为要做污水处理 瓦斯防爆墙 还要油水分离器 节油槽等等 正好我是工程底 我这个强项 然后那个浴室以前一洗澡 哇卫生子全失掉 非常的小 浴室要延伸出去 要换甲种防火门 这些消防一定要检查过 才能拿到旅馆执照 所以呢 那时候处长也帮忙 我们还特别到营建署跟署长做简报 终于让我做改建 所以才会拖了那么久 那每年要年度评鉴 其实我是每年的不只九年 连续年每年都获得太晚出评鉴的经营管理绩效 这个案子是十年加十年 如果你前面十年是绩效都在量好的话 后面十年就等于续约十年 就续约十年 那员工人数啊 我们饭店就是用人很多 服务业都很辛苦 那以前由原来的二十五个人 到现在的四十个人 这四十个人还是不够哦 因为我有五团 ABC 员工的小孩 员工的眷属 员工的爸爸妈妈 他们呢 念书满十六岁的 寒假 暑假 连续假日 全部让他们打工 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个收入 而且培养他们念军校 念景校 或者念我们观光科系的学校 培养很多护士这些等等 那所以有五团 ABC三个五团 所以真正暑假 寒假 连续假日的人数 服务的人数 大概是四十个人 大概是四十个人 那呃 特别设立一个 山岳村原住民光怀基金 照顾当地弱势及原住民朋友 在山区 台风 地震 经常可以感觉到 每一个家里 很多爸爸 都在外地打工 在外地板钢筋啊 有时候就是单亲家庭很多 我觉得 跟着好人学好人 这些孩子 跟着坏人学坏人 我要盯着他们 我要服务他们 然后最主要是 要辅导他们 告诉他们 村长也不爱念书 一样可以当董事长 一样可以当老板 所以呢 这个光怀基金的协力 成立了 运气多么好啊 我也不懂这些啊 我在美轮饭店认识 志邦科技的董事长 黄安杰 黄董事长 结果我开幕第三年 他跑来看我 啊他很感动啊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 这么好 全部用原住民 但是我说他们意外很多 他说他在 志邦里面有一个基金会 里面设一个专案 就是我的三月村原住民 光怀基金专案 他放了一笔钱给我 叫我来帮忙他们 我不太喜欢 也不好意思拿人家的钱 所以我那时候成立ABC团 最后晚上会有一个小费 一半捐到光怀基金 一半就做小朋友们 就送给他们 另外我们录制一个CD 全部员工上的 那个CD呢 现在没人买 现在大家都不用CD了嘛 那个时代 CD我们就易卖 全部捐到我的光怀基金 结果乱了几年以后呢 他们又辅导我 你跟花莲县政府 你就直接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用说 每次还要报到新竹 新竹那边再汇款过来 他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也自己 成立一个光怀协会 跟花莲县政府社会局 也成了一个 原住民光怀基金的一个专案 其实我们乱得非常好 非常好 当地弱势 而且文创 每年都辅导他们 帮忙他们做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 一些教会 学校 这边的毕业典礼 用母语耶 毕业生要文面耶 而且秀灵国中的成年礼 全部走传统文化 教会 连那个你去教会 我是天主教 天主教 基督教 真耶稣教会 他们在念经 在念这个 讲道的时候 全部用母语 虽然我听不懂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多给他们一些辅导 个人工作室 很穷啊 他的东西手工精品 全世界只有这一样的 他的支部 我们要鼓励这个 所以我都会做 关怀基金里面 都会做辅导 每年在圣诞节前 会做一个点灯 顺便请他们来 做一些 补助一些费用给他们 鼓励他们 我都会做到 我都会做到